国道上好几步拖掉车 纷纷把路给围起来 只留下一条小通道 让旧车过去 地上散落许多纸箱 还有齿轮及大型的铁片卷 后方车辆塞到看不见镜头 国道警察立刻到场 这些异味就发生在18号凌晨4点52分 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处 原来当时货车疑似没有开后灯 加上大半夜国道光线昏暗 后方连接车没有注意 前方还有一部货车 竟然直接朝货车猛撞 把车上的货物都给撞落下来 远景到场后立即封闭全线车道 由于散落的物品太重 拖掉车花了将近4小时 才把路面都给清理干净 俗心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我们在8点28分左右 已经全部排除 恢复通车 那我们暂时呼吁驾驶人在上路前 应检查车况 那灯光基建都要正常运作 经酒策后驾驶人酒策直军为零 由于正好接近上班交通 减锋时段 国道上大塞车也让许多用路人 得改掉形式 警方也立刻到场指挥交通 首先目前事故已经排除 记得神经马家鱼高雄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